新春拜年 都是長輩等親朋好友 八卦感情、吹芬 最問生B進度的時機 令很多人都怕怕 而最近憑劇集 飾演鬍媽媽一角 人氣急性的楊錦華說 這個新年 最怕被人問的 並不是生育問題 而是這件事 兇手吧 今年過年 要被追問 很多長輩問嗎 最會問 我覺得好像變開口 已經不是先拜年 是問說兇手是誰 但我覺得他們也不是很想 聽到我真的會講出來 因為我相信觀眾朋友們 都自己很想要去發現 到底兇手是誰 想要自己去看 就請大家再盡情期待 第三季 所以兇手是誰 雖然謹華非常口密 但日前主角之一的楊又玲 和爸爸等出席活動時 楊爸爸疑似漏口風 透露了殺死素媽媽的真兇誰屬 究竟熟真熟假 暫時無從稽考 但錦華就對快將推出的第三季 劇透了少許多給劇迷聽 第三季的部分 好像就開始在交代每一個人的 就是比較令人動容的地方 然後我聽說 我是聽導演講說 其實他自己在剪第三季的時候 然後是非常的感動 他自己都有在剪接室裡面落淚這樣 沒有特別說哪一段 其實整個 整個畫面 就是整季裡面 其實都很多段是很感人的 然後我自己也很期待 因為我也很想要乾淨的看到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人的故事背後 都是有很感人的地方 他有看到網友 你說我自己 對啊 你蘇媽媽的 蘇媽媽就是怎麼會突然變得 這麼的可怕 這些比較常聽到是這個 但因為其實 我覺得蘇媽媽他是 就是生活 原生家庭的背景 就是會比較 讓人可以有值得同行的地方 雖然他做出來的事情 會讓很多人不解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也要站在蘇媽媽的立場 想一下他 原生家庭帶給他的一些傷害 當然我覺得原生家庭 可能不是藉口 但是我覺得 可能要稍微同理心一下 在蘇媽媽的角度想一下 林志玲早前以47歲高齡 單下而止 大家都很替他開心 當然說也不例外 而一樣恨生小朋友的他 就不會因為這樣 給自己壓力了 我覺得這是一件 非常開心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很值得祝福 而且我相信 志玲姐姐一定也是辛苦一段路程這樣子 辛苦了 而且非常非常祝福 那你自己也會想要有這樣子的 就是說有小朋友嗎 當然會 所以我就說 但是我們才的心態就是順其自然 然後不會把這件事情 變成是我們生活上的壓力 那我覺得如果變成生活上的壓力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身心力也都不太好 所以我們都一直抱持著順其自然 然後開開心心迎接 如果有的話 嚴雅倫這一天現身台北 出席品牌活動 誰知在訪問的時間 撞正李靜女發聲明 指控王力雲未給子女善養費 搞到整個訪問環節都要暫時中斷 雅倫從等待 變成跟著白埋一份 認真好笑了 連她自己都說 這個情況是出到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遇到的突發場面 不過近年演藝圈這麼多婚姻破裂 有沒有影響到雅倫對愛情的看法 對啊 第一次 有人發聲明 然後你一直都會 整個在旁邊干擾 啥情況 對 剛內心的心情在想甚麼 在想你們很辛苦 真的嗎 對 不是在落井下屎 你們也有今天 你們也有今天 這個落井下屎應該會報應吧 你剛剛說你過去的戀愛很激烈 這麼激烈的時候是多久之前 登山多久 你現在沈浸在愛裡面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什麼愛不愛 你愛情人節怎麼過 自己過啊 你說你在戀愛這一塊 是敢愛敢扛的 是有點像雷神那麼敢愛敢扛的 愛情真的是太複雜了 算了 因為看到就是演藝圈這種婚姻 就是一直過 所以就對這個有點恐懼嗎 我不會恐懼 但我覺得婚姻真的不會很吸引我 多妻發展的亞倫 在今年都很多搞作 接下來他將會入組拍劇 亞倫就輕輕劇透 他的角色會跟Robert Pattinson 沈浸演的 P複合有點像 和他人演的P複合有點像 也是自己沒有經歷過的角色 然後Robert Pattinson不是去演 你也不想演嗎 我可能會演類似他前陣子的角色 對 對對對 所以自己有做什麼準備了嗎 準備喔 健身算是一個準備 因為裡面可能需要 一個比較完美的體態 會不會有很多脫的部分 因為感覺好像很容易 衣服 布料比較少 比較沒有遮蔽的這麼完整 接下來還有沒有其他的什麼音樂 或什麼比較不一樣的 自己的實境節目吧 對 然後 這實境節目挑戰蠻大的 然後之後還有去客串的一個角色 是要挑戰講台語的 八點檔 不是不是不是八點檔 大家敬請期待 阿倫為了超級身形都下了不少苦工 不過在場的一班記者就不多相信 還說要即場驗貨 驗一下胸肌好 有沒有驗的 可以吧 你要驗胸肌 沒有 我不會真的驗 可以嗎 可以啊 就營我 有 有有有… 早前導演明金城不幸病適 消息震撼台灣演藝圈 誰知唐耳陽每個星期 也會跟網友分享的 本舟運勢走向 就被人帶著新聞 說他將明金城突破 這件事忌恥 激那個 alive 感到tier的唐耳陽 都要開槍反擊 而阿倫這日都有為老友平反